嗨大家好 今天15分鐘前送來這個包裹 那這是我買的青蛙大隻的腳蛙 蘇利南腳蛙我現在來做一個開箱 看看就是我們在一般在市面上買到的腳蛙 他在計送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這給大家看他有 他的貼紙都有貼 因為易碎物品紙面朝上進行下壓 那我希望打開的時候他是活的 這是用黑貓仔機變起來的 那我個人覺得黑貓他們算是 所有的貨運裡面比較 會好好對待貨品的 裡面稍微比較好一點的貨運工具 那我很希望就是 我們收到的青蛙他是 好的 是活的 不要受傷 好我們現在打開來看 他包的不錯 裡面還有 厚的白棉 讓他比較不會這樣搖晃震動 他剛好貼在最上面 接合的 好 好 這是兩隻 綠霸 綠色舒立男 那 看起來 還不錯 他固定的非常好 這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賣家 那 看起來 有一點小撞傷 但還OK 現在挖非常的穩定 把它打開 他現在 因為他用膠帶固定 所以他是不會動 因爲上他是不會動 那我個人覺得 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那個 那個水草部分可以再多一點 讓他完完全的像一顆球一樣 在裡面 那你不要覺得挖會悶死還是 之類的 其實不會 因爲你上面都會 你可能旁邊側邊打幾個洞 小洞 它有可以透氣就好 然後稍微 那個水草的部分的話可以 有一些潮濕 然後70%是乾燥的 那這樣的話 因爲是當 是在國內的配送 所以當天 一天的狀態下 挖是不會有任何損傷的 那我覺得這個賣家 他已經非常的有經驗 好 他選擇保育龍盒 我覺得也很好 因爲他的隔熱效果 跟 他讓空氣的 比較不容易對流 然後旁邊開一些洞 那再來就是最起碼 他是很硬的 所以說 你比較不容易在碰撞 就是在運送的時候 碰撞 碰壞 那我有收過就是用紙盒裝的 那 挖 就很容易受傷 我拿這隻起來看 是因爲他好像有封臉 叫 腳受傷 但看起來裝上是OK的 還行 還不錯 好 這隻是健康的舒遇紙盒 他很有經驗 他這個 水胎 他不會太濕 他原則上就是 我講的可能百分之七十是乾的 百分之三十是濕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是比較好 這個旁邊都有打側洞 就是我剛剛說的有中鋒 好 這隻就 看起來是完全沒有受傷 好 那我們買了兩隻 綠色 蘇利南 就是綠霸王 腳蛙 成體 那今天開箱結束 謝謝大家